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叔说得对呀 想从这群人嘴里套出点什么 简直比登天还难 也不是全无所获呀 什么意思啊 最起码我们能确定花姨这次并没有放 怎么可能嘛 黄叔 你就别卖关子了 王爷的意思是 若萧香梦的人真的和浮游刺客团有联系的话 那花姨肯定也就知道 这句女诗已经在昨晚的大火中被回去了 可我们刚刚拿出从女诗身上她的梅花印之时 那个花姨只有惊慌却没有一丝一律 难道说真的跟萧香梦没有关系 那我们的线索不是全断了 不然 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裴大人你怎么也开始卖关子了 至少花姨刚刚替我们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那句女诗手上的梅花印 确实出自于萧香梦 可是这句女诗并不属于那二十个5G之列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偷偷扮成了5G混上了宫玉山 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二十名5G里一定有她的内因 那还等什么 佩补和去反那二十个人叫过来 殿下 此时万万不可着急 现在我们手上没有一点证据 如果此时贸然行动的话 只会打草惊蛇 那我们怎么办 放心 我已经有计策了 了 了 这些人的活动 这些人呢 你不敢打草惊蛇 你不敢打草蛇 有什么人 你不能打草蛇 你不敢打草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